这一周我们 障碍的动态清零 不断的清除了很多的问题 不知道究竟应该要如何处理 有没有大神可以来解救呢 这样的朋友出现了几个问题 我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看看有没有大神可以来帮忙 出出对策 那就是说他们在排队的时候 他拿到号码牌是10号 结果前面就有人来插队 天哪这编号已经都编好了 他插队下去之后 那这些寺馆应该要怎么做处理呢 会不会对错号码呢 一位也是住在松江的朋友 他是住在连排的别墅里面 因为邻居确诊了 他们家就成人密接 所以一家三口都被送去了隔离酒店 哇真的是好严格哦 看到美国因为这个疫情 整个经济下滑 还有史上蛮大的哦 上海就非常的严格在疫情的控管上面 尤其这个动态清零一定要坚持啊 真的是哦 不知道应该要笑还是哭 这个政策真的是非常的为国为民 但是呢 也让大家不知所措 家人们 你们有没有很好的方法 可以来帮忙这些局委呢 请你们在下面留言哦 家人们 请你们用暖的心 幸运的手 帮我们按下订阅的按钮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